在一次采访中,陈若琳透露,跳水队主帅周济红曾安排他接管全红蝉的训练,陈若琳回忆道,那时周济红找我谈话,建议我接手全红蝉的训练,说实话,我当时犹豫了一下,但最终还是同意了,这一番话已经披露,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,也许有人会问,这有什么特别之处? 首先,我们需要从全红蝉说起,回到2021年8月5日下午,年仅14岁的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上已连续三次完美跳水,震撼了全场,他的教练刘奔激动万分,举起全红蝉庆祝胀胜利的那一刻,不仅标志着全红蝉的辉煌时刻,也深深印在了所有观众的心中, 刘奔,重庆籍的金牌教练,凭借他卓越的指导,帮助全红蝉和其他选手创造了跳水历史,除了施廷茂等奥运冠军,重庆也为中国跳水队培养了刘奔这位默默奉献的教练,在东京奥运会前,中国跳水队的选手中,除了14岁的全红蝉,其他选手都曾获得过世界冠军,而全红蝉是唯一一位没有参加过世界大赛的选手, 令人注意的是,刘奔接管了全红蝉的训练工作,也许正是他的经验与眼光,让这位年纪最小的选手脱颖而出,不过,在东京奥运会前,全红蝉在对内测试中的表现并不理想,刘奔曾戏谑地表示,感觉最近头发都在掉了, 这句话不仅透露了他作为教练的巨大压力,也反映出他需要不断调整和鼓励全红蝉,帮助他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,为了能入选中国跳水队,选手必须通过难度系数达到3.3的207C动作,但全红蝉在奥运会预赛中并未一帆风顺,在女子十米台的预赛中,尽管他的207C动作出现失误,仅得47.85分,但他后续的稳定发挥, 帮助他顺利晋级半决赛,在半决赛中,尽管他再次选择了这个动作,成绩只有70.95分,但其余三跳表现出色,最终以415.65分排名第一,全红蝉的成功离不开刘奔的细心指导,在他的训练下,全红蝉在第二跳的207C动作中几乎完美,拿下了95.70分,接下来的几跳,他的表现在次得到满分,尤其是第五跳时, 刘奔激动地将他高高举起,脸上充满了骄傲与满足,这不仅是全红蝉的胜利,也是刘奔不懈努力的成果,刘奔的跳水教练生涯,始于2002年退役后,他曾是国家队的跳水运动员,并多次获得世界冠军,退役后,他转型为教练,并带领 重庆队和国家队屡获佳绩,即便当时重庆的跳水条件并不理想,但他依然坚定选择留在家乡,凭借对跳水运动的热爱和信心,带出了多位优秀选手,他的坚持与付出,使得一代又一代跳水选手,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荣誉, 刘奔也因此被国际泳联评为年度最佳教练员之一,尤其是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,他不仅帮助全红产斩获金牌,还指导陈艾森赢得男子双人十米台银牌,取得了可喜的成绩,然而,刘奔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做出牺牲,长时间与家人分离,成了他人生的常态,短短几天的团聚变得格外珍贵,即便如此,他依然全力以赴,用自己的成绩, 回报家人和支持者的理解与支持,回顾刘奔的执教生涯,我们不禁感慨,正是这种坚持与奉献,让中国跳水队赢得了无数荣誉,也让刘奔成为了背后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,他的努力和付出,为选手们铺就了成功的道路,也成为了跳水队屡次登上领奖台的重要支撑,在刘奔的悉心指导下,全红产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金牌,继续为中国跳水队赢得了荣光, 然而,令人意外的是,跳水队在东京奥运会后,做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将全红产的教练刘奔调离,转而由年轻的奥运武冠王陈若林接手,这个决定引发了广泛的质疑,许多人不解为何要打破已经取得成功的合作模式, 全红产的粉丝们对这个变化表示疑惑,认为全红产和刘奔的合作已经非常默契,成绩也很出色,尤其是在刘奔的悉心教导下,全红产先后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女子时米台冠军,表现相当稳定,因此,许多人认为不打破已经完美的组合, 至于为何要做出这样的调整,对于周继红来说,或许是考虑到全红产的未来发展,陈若林作为奥运武冠王,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,可能是他能带领全红产迎接更多挑战的合适人选,周继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调整,为全红产找到更好的合作伙伴,创造更强的化学反应,但对陈若林来说,接手全红产这个任务,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, 但陈若林曾经说过,从运动员到教练的转变并不容易,尤其是面对像全红产这样的天才选手,我必须严格要求,同时给予足够的关爱,好在,陈若林和全红产他们两个新人都比较敢打敢拼,最终挺住了所有的挑战,在巴黎奥运会上再次夺金,刘奔教练的故事令人动容,他从运动员转型为教练后,在条件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坚守家乡, 凭借对跳水的热爱与执着,培养出众多优秀选手,他陪伴全红产走过东京奥运会前的艰难训练时光,在全红产面临207C,动作困境时,不离不弃的调整与鼓励,最终见证他登上奥运冠军领奖台,那高举全红产庆祝胜胜利的画面, 成为了经典瞬间,他为了事业,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,这种奉献精神,无疑是中国跳水队不断强大的坚实基石,然而,东京奥运会后,教练的更换决定引发争议, 这也让我们看到体育决策背后的复杂性,周济鸿或许着眼于全红产更长远的发展,寄希望于陈若林的经验,能助力全红产,应对未来更多挑战,而陈若林从运动员到教练角色的转变,面对全红产这样的天才选手,虽有压力却勇敢迎接挑战,并最终成功,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,反映出体育队伍,在追求卓越过程中的不断探索与尝试, 但是,从全红产的角度看,他在不同教练的指导下,都能努力适应并取得优异成绩,展现出了非凡的心理素质和天赋,无论是刘奔教练帮助他出路锋芒,还是陈若林教练带领他在巴黎奥运会再次夺金,都离不开全红产自身的刻苦努力与对跳水的热爱,这也让我们明白,在体育领域,运动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,成功的背后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既有教练的心血倾注,也有运动员的天赋与努力,更有团队决策层的战略考量。 他启示我们,在看待体育成就时,不能仅仅聚焦于表面的荣耀,更要理解背后无数的付出,权衡与调整,这些才是体育精神得以传承和体育事业不断进步的核心力量。 7月31日17时,巴黎奥运会女子双人时米跳台决赛的大幕即将拉开,全红衬与陈玉希将踏上争金的争承。 当那个背着十公斤娃娃的可爱小女孩再度映入众人眼帘时,众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道,历经两届奥运,归来仍是未成年。 她,便是东京奥运会女子时米跳台金牌得主全红衬,在中国跳水梦之队向着金牌奋勇进发之际,年仅17岁的全红衬,无疑是最受瞩目的选手之一。 2024巴黎奥运会官网将其列为最值得期待的十名年轻选手之一,且是榜单中唯一的中国选手。 此外,国际永连在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跳水动作科普视频里,更是以全红衬的动作作为跳水动作最高水平的典范。 回溯至2021年东京奥运会,当时14岁的全红衬是那届奥运会年龄最小的运动员。 在女子十米跳台赛事中,她的舞跳中有三跳斩获满分,以总分466.2分打破世界纪录,强势夺得金牌。 此意让全红衬一战成名,她不仅将金牌收入囊中,还收获了全球的聚焦目光。 自那时起,她与陈玉希便成为女子跳台上坚不可摧的双子星组合。 然而,这位天才少女的成长之路并非坦途。 东京奥运会过后,全红衬和众多年轻运动员一样,遭遇了因身高与体重变化而带来的发育难关。 短短两年间,全红衬身高穿升了7厘米,体重增加了6公斤。 对她而言,原本的体能水准已难以保障跳水技术的稳定施展,提升体能成为维持技术水平的必有之路。 跳水运动员的发育变化,对技术动作的影响颇为巨大。 全红衬不得不重新对自身技术动作进行调试。 在2022年的市井赛与世界杯赛场上,全红衬均在10米台比赛中不敌陈玉希,但这并未使她一蹶不振,反而激起了她更为强烈的斗志。 全红衬的教练陈若林曾言,随着身高增长,运动伤病的风险也会增大,此时就更需通过大运动量来管控体重,在此情形下要突破其运动表现颇具难度。 全红衬年少成名,身为教练的陈若林肩负重压,她对全红衬要求极为严苛,在训练场上不断精心雕琢全红衬的动作细节。 曾身为10米跳台选手的陈若林,也曾历经全红衬所欲的瓶颈,她以期望凭借自身经验引领全红衬走向成熟。 从最初的彼此陌生,到逐步磨合,全红衬对这位严厉的教练颇为认可,称其技术精湛,极具耐心,成功绝非,碰运气。 全红衬与陈玉希是一对默契搭档,不过两人性格大相径庭。 全红衬活泼外相,是众人的欢乐源泉,陈玉希则较为内向沉稳。 全红衬表示,我通常喜爱搞笑风趣之物,而她偏好内敛一些的。 陈玉希则说,她性格极为开朗活泼,但实际上对自身要求也颇高。 谈及训练,全红衬对队友陈玉希赞誉有加,称其训练时极为专注,不会因外界环境而分散精力。 并且陈玉希勤奋好学,在跳水训练之余,还会在网上与外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英语学习。 她说道,学习英语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,如同跳水一般,积累至一定程度时,或许某一天便会产生质的飞跃。 在陈玉希的感染下,全红衬也更为努力地投入英语学习。 全红衬与陈玉希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关系。 在2023年的福岗市锦赛上,由于全红衬在407C动作上的发挥不够稳定,最终落后于陈玉希,收获了第二名的成绩。 自此次比赛后,全红衬的动作发挥愈发不稳定。 陈若林表示,面对全红衬不稳定的比赛状态,自己时常为此忧心忡忡,甚至达到夜不能寐的程度。 全红衬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质疑,总是在怀疑自己,疑惑自己是否真的跳不好。 在那段时期,真的有过放弃的念头。 陈若林总结了全红衬在大赛中接连失利的两大缘由。 其一,往往预赛表现出色而决赛失常,这表明其求胜心切,惧怕失败的心理负担过重,压力过大。 其二,第四跳207C,极为不稳定,输掉的比赛多数是因这一跳出现失误。 陈若林认为,全红衬在自身正常技术水平下完成207C,并无问题,但一旦心理产生波动,动作的完成质量就只能寄希望于运气了。 在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上,全红衬整套动作稳定性欠佳,尽管在207C,动作上发挥良好,但一些简单动作却出现失误。 陈玉希则凭借稳定发挥摘得桂冠。 全红衬位列第二,往日活泼的全红衬逐渐变得沉默寡言。 训练时格外拼命,训练馆中最后离开的总是他,重返巅峰,成为他内心最为强劲的动力。 凭借不懈努力,全红衬在2023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顶住重压,战胜陈玉希勇夺冠军。 此一的胜利不仅彰显了全红衬的实力,更凸显了他面对困境时顽强不屈的拼搏精神。 今年2月,多哈游泳世锦赛上,他再度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击败陈玉希,成功达成奥运会,世锦赛,世界杯的大满观伟业。 展望巴黎奥运会,全红衬满怀期待地说道, 我期望我们所有参赛选手,皆能登上最高领奖台,始终奋勇向前,不断向冠军迈进。 全红衬的成长历程充满挑战与机遇,他以自身的努力与坚持证明了自我, 也为中国跳水队树立了光辉榜样。 在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,我们坚信,这位年轻的跳水奇才, 定将继续凭借其实力与拼搏精神,为祖国增添荣耀。 在央视播出的采访里,全红衬这个17岁的小姑娘可真是太引人注目了, 在跳水界那就是个天才般的存在。 她和主持人董倩聊天的时候,说的话特别实在,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, 可就是能直直地钻进人心里,把好多观众都感动得不行。 你看她平时老是笑嘻嘻的,谁能想到她心里有着那么成熟, 那么有担当的想法呢,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热爱, 这真的让大家都特别佩服她。 一说起全红衬,好多人第一反应,可能就是在赛场上, 那个特别镇定的小女孩,每次比赛,她就像个小跳水精灵一样, 那动作完美的不像话,总能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。 但是呢,在这次面对面的采访里,我们才发现, 她还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儿,她不光跳水厉害, 性格还特别坦率,内心又很坚韧, 她知道自己作为运动员的责任,这种使命感, 让我们对她有了全新的认识,原来她可不只是个会跳水的小孩。 董倩在采访的时候,很关心地问全红衬, 训练那么苦,是不是都哭了好多回了? 结果全红衬的回答,让人大吃一惊。 她没说因为训练身体累的受不了哭, 而是说,每次跳不好被教练批评的时候, 那才是最想哭的时候。 你想啊,她才17岁,就这么能扛事儿, 训练的压力那么大,心理上的负担也重, 可她都能咬牙坚持,这内心得多强大啊, 真的让人特别心疼,又特别佩服。 全红衬在采访里说的一些话, 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, 她说自己虽然看起来整天乐呵呵的, 好像没什么烦心事, 其实心里装了好多东西呢, 压力啊,担忧啊,都在心里藏着, 就连和她最好的朋友陈玉希在一起的时候, 她也不会把这些苦水倒出来, 为啥呢? 因为她怕影响比赛啊, 她就想着可不能因为自己心态不好, 让中国队丢了金牌, 就这么简单的想法, 却能看出她把国家荣誉, 看得比什么都重, 为了能让金牌稳稳地留在中国, 她宁可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所有的压力和痛苦, 这种责任感, 这种爱国的心, 谁听了能不被感动呢? 可能有人会说, 全红蝉才这么小, 想这么多是不是太累了? 其实啊, 就是因为她有这样的想法, 才能在赛场上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, 她心里明白得很, 自己是个中国运动员, 代表的可不只是自己, 是整个国家, 比赛输赢是一方面, 更重要的是, 要让国旗在赛场上高高飘扬, 这才是她最在乎的, 而且啊, 全红蝉对队友陈玉希的态度, 也特别让人钦佩, 她很大度地说, 不管是自己拿到金牌, 还是陈玉希拿到金牌, 她都一样高兴, 因为这都是中国赢了, 你看, 她这话一说, 那些外面传的什么两人竞争很激烈的谣言, 就不攻自破了,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, 全红蝉这个运动员的大格局, 在她心里, 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, 个人的成败都没那么重要,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, 全红蝉的教练陈若琳, 陈若琳自己也是跳水界的传奇人物, 她拿过好多金牌, 在跳水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, 当她成为全红蝉的教练后, 对全红蝉的训练那可是相当严格, 她知道全红蝉很有潜力, 就想把全红蝉的潜力都挖掘出来, 她会根据全红蝉的特点, 给她制定特别细致的训练计划, 有时候全红蝉一个动作没做好, 陈若琳就会很严肃地指出来, 让全红蝉反复练习, 就像全红蝉说的, 被教练批评会想哭, 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陈若琳对她要求高, 但也正是因为陈若琳这样严格的要求, 全红蝉才能不断进步, 陈若琳自己经历过运动员的生涯, 知道比赛的压力和为国争光的意义, 所以她也把这种信念传递给了全红蝉, 让全红蝉更加明白自己的责任, 全红蝉还跟董倩讲了跳水运动背后的不容易, 她说为了做好一个高难度动作, 从十米高抬跳下去的时候, 那个痛啊, 简直没法形容, 就好像全身被好多小针不停地扎一样, 可疼可疼了, 但是全红蝉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就害怕, 就退缩, 每次疼完了, 她就更坚定了要为国争光的想法, 你看, 她这可不是靠着什么天生的本事, 全是靠自己一天天努力训练换来的成绩, 她自己也说, 那些被大家叫做天才的运动员, 背后都是吃了好多苦, 流了好多汗和泪的, 所以啊, 以后可别光羡慕人家是天才, 得知道人家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,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 全红蝉说了她对荣誉的看法, 她说拿冠军的时候当然开心了, 但是这种开心很快就过去了, 对她来说, 更重要的是不能停下来, 要接着努力, 不断地挑战自己, 超越自己, 这样才能给祖国拿到更多的荣誉, 你看她这想法, 多成熟啊, 一点也不像个十七岁的小孩, 董倩听了全红蝉的话, 眼镜里都忍不住有泪花了, 全红蝉的真诚, 坚韧还有强烈的责任感, 把董倩都感动了, 这十七岁的全红蝉, 不但是个跳水很厉害的运动员, 更是个品德高尚, 内心强大的新时代好青年, 全红蝉的故事告诉我们, 真正的英雄不是靠到处吹嘘自己, 也不是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 他们的伟大就在于默默地为国家奉献, 心里深深地爱着国家, 从全红蝉身上, 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, 坚强, 有担当, 不自私, 爱国, 看完全红蝉的采访, 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他的敬佩和感动, 他的故事, 可不只是一个体育明星怎么出名的故事, 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激励, 全红蝉用他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 只要真心爱自己的国家, 为了梦想拼命努力, 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, 也能站得直直的, 看得远远的, 全红蝉啊, 这个十七岁的小姑娘, 就凭着他那颗纯粹的爱国心, 和那骨子怎么也打不到的精神, 成了好多人的榜样, 他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, 那是从心里冒出来的坚强和信念, 是对祖国和人民满满的爱, 让我们都为全红蝉鼓掌点赞, 也为中国体育的未来充满信心, 加油助威, 盼着全红蝉以后在赛场上继续加油, 用他的努力和实力创造更多的辉煌。